近日西藏米拉山隧道全线贯通 这位将在今年10月通车的拉萨道林芝高等级公路奠定了基础 经过三年多的施工 7月30号下午3点40分 米拉山隧道进口左洞胜利贯通 这标志着米拉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米拉山隧道平均海拔4750米 是国道318线拉萨道林芝高等级公路改造工程的重点控制性工程 隧道进口连接林芝市公布江达县 另一端与拉萨市墨竹公卡县相接 隧道全长5720米 是双线分离式隧道 按照双向四车道高等级公路标准 由中铁二局和中铁十二局共同修建 从2015年1月份机场以来 整个我们中铁二局有接近2000个 2000名工人先后投入参加米拉山隧道建设 然后克服了高寒丘氧 隧道那个无盐非常复杂 就是变化非常快 且扮演那个大量的集中油水 同时克服那个软弦大变形的困难 据介绍 国道318线拉萨道林芝高等级公路 预计在今年国庆节期间实现全线通车 从拉萨道林芝的通车时间 将由原来的8小时缩短到4小时 有效解决了下雪季级的行车安全 使得川藏公路的通行更加方便